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自从我第一个视频播出之后呢收到了广大网友们啊其实啊当然都是我的朋友因为只有我的朋友会看我的视频啊 说到大家很多热烈的反馈然后关于我的视频的内容方面的呀然后关于我视频制作方面啊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关于我发型的问题啊这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头发的也是自己理的头发的也是自己理的对还是生命更重要啊然后还有说就是讨论桌面摆设问题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桌面很简单就是一瓶 这是一个super green大家看一下super green就是补充那个纤维的对这就是耳机盒candle香水球耳机然后两块屏幕对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啊对还有我的bible 台东啊然后本子用来寄一些东西啊对就这些啊那关于这个视频制作方面呢 其实我有在考虑就是说更新一下我的装备问题啊对去进一些新的设备就让收音效果啊或是视频录制方面的效果啊更好一些那上次视频还有个非常搞笑的地方啊就是本来说好是和大家一起交流啊然后好像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啊但是我第一个视频一开始发布的时候 然后因为对YouTube不是太熟悉嘛毕竟第一次做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把评论区给关闭了对导致大家都一直在发微信回馈我 那总之啊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希望我后面视频呢可以做的越来越好让大家共喜欢看 因为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疫情爆发期而且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麻省呢目前来看呢疫情情况不是非常的乐观 所以想出门拍一些比较硬核的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外景啊还是相对于一些困难 所以我想就是在家里做一些类似的体育方面视频电影啊来和大家分享交流 哦对了对了视频结尾呢由我拍在五落格前几天呢我这边下雪 然后我自己在家待了太久了然后又出去拍点视频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今天解说的电影是震荡效应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是一部纯体育竞技类的电影和我们印象中的运动类影片不同 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太岸类或是悬疑类电影但是它确实和体育竞技息相关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它和体育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健康本篇讲说一位尸体解剖医生寻求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退役后非正常死亡的真相的故事 故事起因是美国著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前匹兹堡钢人队的中锋铁人麦克非正常死亡后 由威尔史密斯扮演的非洲裔尸体解剖医生对其尸体解剖 发现了严重影响橄榄球运动员健康生活的因素 由于人脑结构受到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且没有缓冲器官 长久的职业运动生涯给运动员造成了不可逆的慢性脑部损伤 同时也给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全电影节奏相对缓慢 风格压抑 剧情层层递进 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橄榄球这项运动对于运动员脑部健康的影响 也让我们在思考 在体育中 科学 法律 道德的意义和角色 我之所以推荐这部片子不仅仅是因为演员演技的精湛 而是这部片子恰恰提醒了我一直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健康在运动中的重要性 当我们一直在讲各种各样的运动精神的时候 这部电影非常深刻地从另一方面给体育做了一个新的解剖 在我看来 体育运动应该带给人们的是幸福感和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而这部片子展现的完全是体育魔鬼的一面 在片中运用了不少的冲突场景 一面是球迷在酒吧为比赛欢呼雀跃 另一面是一位退一的著名球员 因脑部损伤无法控制自己而实施家暴 最终撞撤身亡 一面是这项运动带给社会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却是一位又一位球员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一位一心想移民美国的做一个好公民的普通医生 面对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体育巨头 却是何其的渺小如此的力不从心 看完电影我不禁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平衡运动带来的益处和运动带来的损伤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会说他们是职业运动员 高的健康风险同时伴随着高的回报 但是这种高回报是否值得 运动员的健康如何得到保障 是否我们从事橄榄球这项运动的孩子们 依然处在未知的风险当中 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规范我们的比赛规则去进一步保护球员 或者提出更加完善的运动员退休政策 甚至是在现有橄榄球装备的基础上 改进我们的运动装备去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球员 常言道伤病是运动的一部分 运动员面对伤病是一个逼不开的隐红话题 那我们在推广运动的时候 是否也应该提醒人们 这项运动对于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如何去防范 电影的最后 医生神情凝正地注视着一场橄榄球训练 又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未完的故事 伟大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被自己所钟爱 并为此奉献一生的运动所杀死 生命和真相的价值在一个巨大的牡丽机器面前 又价值几何呢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解说电影 然后也喜欢我这一次视频录制 然后如果大家有其他意见啊 或者评论啊 或者其他关于电影方面的感想啊 欢迎大家在我评论区下面评论 然后当然微信也可以啊 当然了还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然后积极的发言 如果说你想把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 我也是表示热烈欢迎 好的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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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拜拜